5月17日,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李家超 在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 介绍政府架构重组方案 李家超感谢行政长官及行会配合推展架构重组 并将方案交由立法会讨论 他表示,整体上才拿了县届政府提出的方案 并提出增设三名副司长 首先我讲讲,在重组方案里面 涉及政策局的一些重点 是包括增设新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分拆运输及房屋局为两个局 即是运输及物流局及房屋局 重组民政事务局为民政及青年事务组 扩大环境局 改名为环境及生态局 创新及科技局 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以及改组食物及卫生局为医务卫生局 李家超表示,将沿用现届政府提出的建议 政府架构由目前三思13局增至三思15局 采纳相关方案基于几点考虑 第一,是部分政策局 同时是处理多个重要的政策事项 工作量是庞大的 分拆了,让我们可以更加专注 和细致地就相关的问题作出处理 第二,是透过整合某一些政策局 他们的职能和分工会产生协同效应的 也都使权责更加清晰 第三,是透过重组 让政策局可以更加聚焦处理 相关的政策工作 李家超提出,将增设三名副司长 他表示,改组后 政务司司长需督导统筹九个政策局 财政司司长则需要督导统筹六个政策局 而律政司则需督导下下的六个法律专业部门 工作繁重 他指出,增设的三名副司长 可以被委派处理指定的政策项目 强化施政能力 在强化治理和统筹能力方面 我提出是设立三个副司长 现时三位司长的管轄范围是很广泛 工作也很繁重 消耗了他们在统筹和指挥方面的能力 另外,按需要 副司长可以被委派去统筹 或者处理一些指定的政策范畴 或者一些特定的项目 例如负责我在政綱里面提出的 成立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 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 去强化政府的施政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